大家好 这是G15疏通大桥的南通开发区入口 堵了40分钟 终于进道口了 过了道口 还有一场你争我斗 看到吗 擦吧擦吧 最近G15深海高速 从南通的足航到长述的董邦 双向在进行道路养护作业 下午的2点35分 终于汇入了神海高速G15 往苏东大桥方向 不须休息了一个多小时 即将进入区间厕所 出来没对呀 到了这个长家这个昆山天皇这个附近 又堵住了 哈哈哈哈 哇塞 显示堵了3公里 要命了 哦 这位延长的师傅 偶有双胞胎了 太可惜了 堵车的原因就是因为自捕车 坡胎 摊在路中间了 下午的6点钟了 忙了半天 11点钟从启动出发 才刚刚进浙江 还有一半的路 到目的地还有190几公里 哈哈哈哈 好了 现在得快马江边了 好 哦吃完馄饨还自助点 22块 吃份馄饨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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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上到7点半 嗯 现在进入杭州王大桥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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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观景平台 夜幕下的海天一周 流光一彩 在这里可以望海 听潮 光大桥 欢迎来到宁波 东潜湖 出了二十六块 往上呢9点5时到了卸火地 这个门卫好处带说不给我进去 只能停在门口了 明天八点钟上班 9点钟了人多力量大很快 后面还有一个视频 上午的9点10分货现完了 明波这边的货现完了 人多力量大 今天已经订了回程货 去附近应该在回去的路上 明波的海水区 这里过去45公里 转货去张家港 现在就可以过去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